好 这边提了几个观点哈 来看 第一个 兵不贵酒 好像打酒仗是不好的 没有错 但是呢 比较强的国家 就打比较弱的国家 比较弱的国家呢 如果他要 防守的话 他要甚至要 反反 败为胜的话 他经常用的方法 都是用什么 用持酒仗 我要把 时间变成我的有力的 资源 所以反而必须要靠持酒仗 把对方拉下来 打泥巴仗 知道吗 像那个 如果你两支男球队在打 在队打 很强的那次队伍呢 动作很快 体力很强 你知道弱的球队啦 他没有那么快 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如果跟你打快的话 一定打输你 他知道打什么战 打什么战 打防守战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把比速拉低 你看那比速可以动成一百分以上 那都是打快的 打攻 打攻击战 那如果我没有你对方那么强 我跟你打快 我一定输你 我一定要跟你打什么 打慢 我把tempo控制在很慢 每一次运球过去都是到了最后剩下八秒七秒才出手 我完全打防守 所以双方要拿分都很难拿分 对不对 那胜负就在几分 就在六十几 七十几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双方拉去很缩小的时候 我都有可能会赢过你 这是战略思维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打谁的耐力 谁的持久力 像对日看战就是打持久战 知道吗 或者是像美军去打越南 也是一样这种战法 美国进去阿富汗也是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美苏的军备竞赛 美国也是用酒来拖垮整个苏联 双方兵不需要速度合作 直接打什么 直接打科技的研发 看谁的经济力量比较持久 能够呢 能够撑得起比较长久的 这样的一种科技研发战争 不知其害 焉知其利 所以什么事情要先知其害 先知成本面 先知成本面 方知获利 先学柔道 你知道柔道要先学什么 先学背摔 知道吗 为什么柔道先学背摔 你们在这都哥有没有学过柔道 学柔道的人啊 他应该先学背摔 就是你不小心被他摔了 你很快再爬起来 你怎么防守你自己 那摔下去不会就倒了 那为什么接班人啊 要先从小职员干起 王永庆训论他的儿女 就是先从小职员干起 很多技术都这样训练 他不会一下子就给你很高的职位 为什么这样做 就让你先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柴米油盐酱素茶 在哪里 所以如果不知道成本在哪里 如何进行差异化 你知道差异化 因为美国的这些国家 因为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 所以他们能够做出很多差异化的创新 但是别的国家不见得有那样的条件 所以很多时候的创新 事实上是从一点一滴的渐渐的改进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创新呢 可能是你要从成本面的了解 你才能够做出一些比较大的改进 这也是一种呢 一种创新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们的概念是这样 成本优势你有多大 差异化就有多大 有多了解成本结构 就能有多大的创新 成本不是基本面 有基本面才有差异面 基本技术多扎实 应用科学就有多高 内工有多深 外工就有多强 追求浅薄的差异化 还是要追求深刻的差异化 对这个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可以 所以我们一般在追求差异化 你要了解 像Apple是一个非常有差异化 很强 很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可是很少人去真正了解到 Apple的内部 因为Apple的内部 像一个黑箱一样 没有人知道Apple内部是什么 一回事 Apple这家公司 你在假部门工作 你根本不知道 你隔壁的一部门 每天在做什么事 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看到 每天有一个人进进出 有些人进出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哪一个部门工作 不像一般的公司 你很清楚 公司里头 内内外外的人都认识 Apple不是这样的公司 Apple是非常神秘的公司 它的内部 即使退了休 离开Apple公司的这些员工 他们也不会轻易对外面透露 所以外面的人啊 对Apple这家公司始终是惠莫如生 Apple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不太有人知道 但是大家只知道 Apple每一段时间就可以推出 什么iPhone4啦 iPhone4S啦 iPhone4S啦 5啦 5S 6啦 6S 你知道它不断推出创新 新产品的速度很快 创新能力很强 可是有谁知道它的成本有多高呢 有谁知道它内部有多强 它的成本控制 同海帮它做得很好 是啊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它产品面上头的成本控制 做得好之外 我现在讲的是它内部的组织的创新能力 它内部组织知道人不多 所以它内部组织的形态 不知道 它现在要进入电动车 是不是 它有什么新的行业 你会发现它的速度都很快 可是知道它内部的人太少了 所以各位同学你要了解 从这地方衍生出来的观点是 你的内部的优势有多大 你外部的创造力 创新的能力 差异化的功夫 它会有多大 你可以接受这种观点吗 这种观点事实上就是 跟大家在策略管理头 所学过的那个RBV Resource Based View 资源基础观是同样的观点的 你看任何事情要先从哪边看 先从内部的资源面前看 我们一般都是习惯 一看它外部的产品 可你知道吗 产品是有什么东西组成的 像这个是个产品 我们看到了光鲜亮丽的成本 它的外表 可是有谁会看到 它今天这个东西 你把它拆开来 里头通通都是成本 里头都是技术 里头都是组装 什么都是成本面 你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后 就变成一个产品 把产品拆开来里头 通通都是成本 所以同样一个麦克风 你看的是它的产品面 可是内行的人 看门道 他看的是里头的资源面 所以看一家公司 不能习惯 只是看它的外费 市场上的摆设 市场上的 晋级的方针 或它的策略 你要看它 内部是有什么样的资源 才能够支撑得了 它采取这么多的策略的作为 它前进哪个市场 它内部一定有那种市场 这种人才 它内部一定有那种资源 我们外部人不得知而已 知道吗 这是资源基础观 就是看一家公司的竞争率 它的竞争优势 看它拥有多少 很独特的资源 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一般人所没有的 看资源面 这种概念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成本的优势有多大 你差异化的能力就有多大 那进一步衍生出去 先知苦中为方为人上人 不知人间有多苦 就不知道人生 那个福气 得到一时间的休息 有多么的舒服 像我们以前在当兵 如果上战斗课的时候 多渴望那个十分钟的休息 因为这战斗课很累 很渴 可是一般上教室里头的课的时候 那没什么 十分钟也是西中平常 上课的时候就在休息了 可是战斗课的时候 到外头打野战的时候 那多渴望的就是那十分钟的休息 知道吗 所以呢我们说 为什么花90%的时间去研究失败 有这样的说法是说 因为花了90%时间研究失败 所以失败的机率只剩下10% 所以为什么花90%时间研究失败 因为事实上就像刚刚我讲的 这个东西是成功 外表是成功 那内部里头很可能就失败 什么叫做成功失败 你拿不出一个东西出来 事实上真正我们处理的东西 是一个公司 是一件产品 是不是 所以 这个都是跟 这个人生的哲理都有相关的 所以养成一个习惯 从内部来看 从成本面来看 从失败面来看 阴凉与敌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阴地制宜就地取材 像成龙打架的手法 就没有像其他几个武打星 打那么干净利落 因为他打的东西都是很阴地制宜 打的都不是很漂亮 但是打的拉里拉大 但最后都打赢 一下跳过去 一下桌子把人家踢过来 都是阴地制宜 都是就地取材的打法 所以要阴地制宜 这是另外一种独特的做法 在各种接触的点上头 都要了解对手的特性 长处 就像许文荣的说法 他说别倒了 不用急的爬起来 先四处找一找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接着在怕 就是了解你周围的环境 看看有什么有利的地方没有 借用这些周围的材料 就地取材 来成为你的助力 要善于应用环境的助力 延伸出这些观点出来给我们看到 这一篇作战篇 几个原理呢 把归纳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头其实还是一样在强调一个观点 什么事情 一定要先内 后外 先谋划 先计算清楚 简单来讲 先做好准备 为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 还没打仗之前 做出的沙盘推演 推演的结果 可以占优势很多地方都会打胜的话 那你的胜算就多 如果还没有打仗之前 你做很多的推算 沙盘推演的结果 就是你在很多地方都失势 都无力 都会打败的话 那你的胜算就少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还没有真正打之前 就一定要先去谋划清楚 算清楚了 不需要等到付出行动了 最后才知道说 自己是打赢还打输 还没有打之前 就能够先预料 先计算 先料想到 是赢还是输 赢多少输多少 因为你真正下去打的时候 就是作战兵所讲的 那就要死人 就要花很多的钱 牺牲很多百姓的生命 那那个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最好的战争是什么战争 你知道吗 不需要透过战争死人的形式 花那么多的钱 这种了解 这种预算出来 我到底是赢还是输 我要不要打赢争战争 而不是 什么事情都亲自去打了以后 才知道 啊对不起我输了 这种像你才太糟糕了 这种国军 是最不仁不义的国军 为什么这种国军 是最不仁不义的国军 把自己摆烂让人家来打你 不一定摆烂 他原来以为他自己是好的 什么样的国军 是最不仁不义的国军 什么事情都要亲自上沙场 上了战场去检验的 让老百姓死了一大片以后 才知道原来我输了 我是早就输了 他事前为何不算清楚呢 他事前如果算清楚 他根本不需要打这场战争 对不对 或者他可以透过不战而去人之兵 对不对 而他居然必须要透过实战 最后才说服了他 你输了 知道吧 不仁不义在这个地方 所以究竟在哪里 究竟在你不知敌 也不知己 不知己不知彼 所以讲到这首半天 重点只有一个 是哪一个呢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讲到这首半天是讲什么 这告诉我们 要什么 要什么 知道兵是没有错 重点是什么 要知道什么 什么 害 害的前面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害 你要知道什么 要知己知彼 对不对 知己知彼的过程就叫算 你要算 要谋划 要准备 对不对 讲来讲去 孙子就是非常保守的做法 有些人不喜欢 觉得他太保守了 太讲究准备了 可是战争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本质 你跟人家竞争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本质 在战场上的胜利 没有侥幸的余地 是因为你事前有谋划 有准备 有胜算 所以不需要花很多钱 去打一场战争才证明你赢了 还没有战事前 就能透过沙盘推演 透过谋划 透过计算 知道你打就输了 所以不需要去打 我就知道输了 或者是不需要打 我就知道我赢了 那这样最好 不需要花很多的金钱 就能证明我赢了 我就派一个miss 去跟对方说 我们不要打了 因为你打一定输过 我想办法在纸上作业 沙盘上说服你 至少不管你怎么打 我一定会赢你 所以我们不要打了 可不可以这样做到呢 历史上好像有这样的故事嘛 对不对 那个公输班跟谁啊 跟莫子 不是在推那个 公跟手的做法 对不对 还没有打之前 就事先跟你算清楚 你怎么攻 我怎么走 所以无论怎么样打 你一定会输 我还终于说服对方 所以就不打 知道吗 所以最好的 战争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不要战争 透过谋划 透过计算 说服对方 以权谋胜 就是我们下一篇谋公篇 各位同学 唐朝的李权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将领来的 也是一个很有军事思想的一个 一个军事谋划家 他说服务皆三军器夺匠心 疲万人力断千里粮 不在五夫杭镇之内之事 而在治事全算之中 什么事情要走到五夫杭镇之列 才能够让人搞清楚的话 太慢 而在治事全算之中 你知道谋划有多重要吗 谋划很周全的话 可以让对方说服 可以说服你的投资客 让你了解 你会赢 我们不需要等到产品做出来以后 对方才知道你赢 这个叫做治事全算之中 若兮柔兮卷至不怀 贵阴怀秀 晨兮密兮 殊之可今环海 五寸之鉴能至何必 方寸之心能亦成败 五寸之鉴是讲什么 是讲你那个五寸不烂之舌 是啊 好像是打键盘的样子 古时候没有键盘 古时候是什么东西在那边弹来弹去 是舌头在那边弹来弹去 方寸之心能亦成败 是讲你心里头的谋算 你的想象力 你的谋划能力 所以呢 靠舌头 靠脑袋 制作万物而不歹 取成万物而不一样 趋待会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探讨 什么叫做取才能够成万物 你要成就万物呢 不能靠直 要靠趋 趋 趋陷 顺天信人 查史 之中 而 则某何律乎 不存在 所以 这一段话在讲什么 这地方在告诉我们什么 要当将领 要做什么事 你们将来 摇这一遍在在场上头 在商场上头 你只要当经理人 就是个将领啊 就是个小将领啊 你们当公司的直律长 就是个大将啊 对不对 所以将领的根本的业务 是什么业务 除了发 你发一遍发什么 E-mail Happy New Year的E-mail 你是发什么E-mail呢 发什么E-mail 将领的根本职务是什么 Thinking 看了没 Thinking 你们所以跟基层员工不一样 你们所以会被聘雇 月薪给你二十万 你们所以会提拔起来 当总经理 当业务副总 当什么副总 当公罪的高层 或是因为你有学历 那个是其次 是因为你有什么 你有权谋 你知道谋 谋就是什么 谋就是规划 谋就是计算 谋就是thinking 谋就是你有这种intelligence 你怎么去谋划出公司的下一步 你能够分析利与害 这就是你最大的value所在 知道吗 所以才说 降务在谋 我上面的这个助讲 降务的根本的业务 在哪边 在谋划 那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 什么事情 等到方方接触以后 你才知道 胜败 太慢了 所以远在开战之前 其实战争就已经开始打了 就在讲这个意思 所以将领一定要先懂得谋划 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 去当一个将领 当一个领导者 当一个经理人 根本原因是他能够think 他能够 他能够 能够calculate 对不对 他能够plan 他能够devise 他能够conceive 什么样的plan出来 这是各位最主要的价值 在这个里面 降务在谋 这个要把它给记起来 所以什么事情必须要先 这里头就引申出先的概念出来 你的谋 就是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你就在做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先的概念嘛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在做 那不太慢了嘛 所以要先 那我们 我们企业观点 现在有一个概念 就很 类似这种概念 KPI的概念 你不要等到 落后指标出现了 什么是落后指标 EPS只有 一块钱 只有0.5元 这是落后指标 什么是你的领先指标 很多的KPI 对不对 KPI就是领先指标 对不对 我都没有反应 连点头你都没有 KPI KPI就是 我每花一块钱 可以这边有多少人走过去 每一分钟 有多少摩托车从 水面经过 对不对 要算很多KPI 不需要等到 落实到你的财务上头 财报出来 我视频就知道 投资这家商店 会赚还是不会赚 要有这样的谋划出来 所以这方面来讲 日本人就特别专精 这个方面 你知道日本人 他在规划 各种事物的时候 他们总有一批人 他这个赶金结色的 去做很多 预先50年 预先100年的红摩原律 你们现在在高雄 高雄市那叫中正路 中正路 不知道每天有在骑吧 你们要到市区去 是不是经常骑中正路 中正路算很宽嘛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现在以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还是高雄市 比较大的 比较宽的马路 到了今天100年以后的 今天来看高雄市的发展 你还可以发掘 中正路还是很不错 很够用 对不对 你知道中正路谁规划了吗 就日本人规划 日本在将近100年以前 他就知道 他靠 他靠就是打狗 打狗就是高雄 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规划出来 要有一条很大的马路 那个时候不叫中正路 可是他那个时候 中正路就可以规划出 这么宽 这样一个道路出来 一定要有一条这样的道路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 有这个远见 这个远见从哪里来的 从谋出来的 从Calculation出来的 台大 校园是谁设计的 为什么设计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那么大的延印大道 对不对 城大也是一样 城大的校园也很漂亮啊 他们两个大学的那个 那个红 那个规模啊 都很类似 都是日本人规划出来的 所以日本人虽然是小谷寡民啊 国家不大 人民 人头数也不多 可是他们擅长做一件事 你看日本所有的文官 通通都是一流大学 毕业的业出来的 他们非常擅长于做谋划 做规划 热头打仗之前 的那些作战计划 他们非常擅长做这种事 要做事前的规划 一定要讲究什么东西 你们说说看 事前要能够做到那么精细的规划 可以算到未来的五十年 一百年 那个时候 需要多么宽敞的马路 需要多少人 这个水库要有多大 这边要不然有一条 这个 一个疏红道 或是一条什么 灌溉的一个渠道 同都是想象出来的 需要的是这种脑袋 要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 这种大学密集要有多大 要成为一个规模 这都是事先盘算出来 计算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今天台湾 就以所有国立大学的校园来讲的话 真正最像大学的 就只有两个校园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照我个人的看法 我走过那么多的大学 就是刚刚所讲 那两所大学的校园 放到我内心里头去了 像一个 就是这两所大学的那个规模 你看 你觉得 像个大学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谁规划 日本规划 我们不是在夸战日本 但是人家有好处 我们要学会 其他的大学都做我们自己人 规划设计出来 人规划设计出来 奇怪就觉得好像 你满意吗 这就是什么 设计 这就是什么 规划 这就是什么 眼光 对不对啊 想想看 那一个校园的设计规划 都那么样的讲究了 更何况是 死生之道 虫王之地的 这样的兵者 死生之地 虫王之道的这样的事情 要不要规划 所以 谋攻 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 用谋划来作为攻击的手段 攻击不是靠 十枪十弹去打人家 这种东西落于下算 所以上升的攻击是什么 用谋划来当作攻击的武器 所以不需要打仗 事前的谋划 妙战先算的话 就可以决定成败 战争不用拿 必输无疑 或者必胜无疑 这都是在脑部里头的战争 有没有问题